把这个牛肉逆着这个纹路 给它切成厚片 切好的牛肉 用这个牛扒锤或者用刀背 给它拍松一下 注意不要把肉拍烂了 拍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比原来大概大了三分之一 再把拍松的牛肉切成小片 再加入少许姜丝 这里有50克的清水 分三次加入到这个牛肉里面 搅打上进 然后再加入50克的番薯粉 用手抓 用手这样子抓 让这个番薯粉充分秤入到这个牛肉里面 全程最少要装到5分钟左右 这牛肉下锅煮之前呢 再搅拌一下 然后锅里水开了之后就可以放下去 这个牛肉呢 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放下去 不要一大团扔进去 把这面上的浮沫捞掉 这些会影响口感 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 还有少许胡椒粉 最后加入香菜跟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乐华鲜美的牛肉汤就做好了 看上去好漂亮 好有食欲 这道不一样的牛肉汤 大家有没有吃过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汤很浓肉很嫩 嗯 牛肉好粉 辣椒粉 嗯 辣椒粉 嗯 好吧 嗯 咱们 蔫 肉 肉 肉